監視器找到了三名嫌犯 他们还聚在一起喝酒聊天 张信主贤向警方公称 和死者有纠纷 才会下手行走 杨信行抢案 抢匪在逃亡一天之后终于落网 警方先从他丢弃的衣物查出 游信嫌犯在六浦皇宫担任主厨 周六傍晚寻现在他住家附近埋伏 看到嫌犯开车返家立刻上前围堵 他还一度试图冲撞逃逸 警方最后开了四枪 嫌犯才怪怪就范 而根据了解游信嫌犯 为了抢银行 他还特地跟饭店请了三天病假 抢完银行隔天还若无其事的去上班 态度相当的冷静 不过警方追查发现 嫌犯耗赌欠下了大笔债务 连兵士爱车都忍痛拿去典当 在得手300多万之后 第一件事情就是先拿90万 去当铺赎回爱车 剩下的赃款分成了四份 分别要留给妈妈姐姐和女友 以及自己的跑路费 也打算万一逃亡不成就要寻断 索性警方及时将他绳之以防 高雄一名将姓男子 因为女友劈腿 认为跟一名住在男子的正姓男子有关 就带着棍棒前往对方的公寓准备谈判 还以钥匙没有带为由找锁匠来开门入内 却因情敌不在只好离开 没有想到警方早一步发现守候 趁男子准备离开的时候上前盘查 当场带个正着 今天是廉价第二天 国道上整体的车潮比昨天还要少 不过还是有部分路段出现了塞车的情形 上午国道一号杨梅到新竹路段 车速一度低于20公里 尽管中午过后开始疏解 不过国道五号宜兰平临路段 下午的时候双向都涌现了车潮 车速一度也只剩下20公里 高宫直预估明天国道会出现一波北返车潮 提醒民众上路之前要多加留意路况 高雄市长韩国瑜上午出席 连锁烧肉店剪彩活动 对于一联集团董作灵异首建议 把新的国际机场盖在弥陀 意见和自己相左怎么看 韩国瑜说不同身份会有不同的角度 大家可以意见交流 另外韩国瑜也透露 明年高雄会有许多好事发生 不只全国商总理事长赖正义 会带百位投资公司董事长南夏 看港都投资环境 高雄还有机会办大型电视电影展 电影分级制度 就是为了要保护身心发育未完全的幼童 但是台中一名父亲做了最坏示范 他带着五岁的小孩去看保护级的电影 却因为法规定定 六岁以上的孩童才可以看 这名爸爸呢 他连设两次买不到票 就拿着外套怒杂引城售票亭 还抢售票员说我等你下班 最后引城之后报警处理 元旦连续假期苗栗大胡乡涌入了不少游客去采草莓 但是有草莓园的园主发现有人恶意破坏草莓 不但直接把草莓踩扁 甚至还把整株草莓苗拔起来 将好好的草莓丢满地 让园主看了非常的心痛 怀疑可能是老师带学生团去玩 连假第二天 民众外出游玩 新北市淡海轻轨还在市营运 人潮塞到爆 从上午十点开始 站外就聚集了排队人潮 尖锋时刻要排上90分钟才能上车 新北捷运局表示 放假期间 预计酝量一天都会达到3万人次 已经增加车次 并且做好疏散措失 连续假期 即便天气冷嗖嗖 不少知名旅游景点 还是涌入了大批人潮 太平山森林游乐区 涌入超过4000位的民众 蹦蹦车的车票 更是在早上9点就卖完了 而在新竹知名游乐园 入园人数也破万 即使天气没有很好 依旧不减游客性质 今天的发烧话题来看到 廉价期间 天空中出现了不少美景 今天中午台北市有民众拍到 巨大彩虹高挂天空 还有民众在荷欢山上 目击到壮观的 日出云海景象 不少人上山特地要等雪 但是山上太阳露脸 没有下雪 不过像赏雪的民众 也不要气馁 气象局预估在跨年 跟元旦这两天 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 还是有机会下雪 只不过水气充足 但因为温度 落在零到两度之间 还不够冷 可能会同时飘雨又飘雪 您不能不知道来关心 环保署监测发现 台湾的空气品质 正在逐年改善中 但是从能见度来看 您可能会发现 看出去的景象 还是灰蒙蒙一片 最主要是因为在空气当中 有着比PM2.5 更可怕的杀手 它是PM1 也是一种超系悬浮为例 因为历境小于1微米 又可以长时间 停留在大气当中 所以很容易随着呼吸 进入体内血管 会增加脑中风 心肌梗塞 还有失质风险 又到了分红领年中的时刻 紧接着不少人 都可能会选择换工作 或是想要继续进修 行政院主计处日前公布 全国全年总薪资的统计 内容是台湾实际的薪资情况 而其中暗藏了三个高薪密码 像是研究所毕业 或是进入500人以上的大公司工作 又或是进入电力及燃气产业 例如台电等公司 薪水都会比较高 而年薪到底会差多少 带您一块来了解 当大明星碰上粉丝 认错人的情况该怎么办呢 大陆女星范冰冰过去曾经碰上粉丝 拿李冰冰的照片要她签名 当下她立刻收手 而香港天王郭富城 也被粉丝误认成黎明 用高EQ化解了尴尬场面 娱乐消息继续来看到 20年前歌手王力宏 曾在台北大安森林公园 举办免费演唱会 当时盛况空前 20年后 王力宏为了要回馈粉丝 选在2019年元旦当天 再度回到大安森林公园 举办免费演唱会 泰国曼谷流水虾现在不用出国 在台中也可以吃得到 台中有业者花了20多万 打造一座18公尺长的透明LED水道 每天提供新鲜的泰国虾 让民众现捞现烤现吃 高雄观光旅游业受到寒流影响翻转上扬 但是位在隔壁的台南市 现在却传出有传统饭店 为了抢客宵假竞争沙城洪海 一碗房价400元油罩 五星饭店甚至下沙到千元油罩 不过其他饭店业者反驳说 今年订房率大爆满 业绩比去年同期多了三成 为了总统府的元旦升旗典礼 9日下午参与演出的团体 包括三军仪队 剑中北一女乐仪队 都在紧锣密鼓进行彩排 不过天气冷嗖嗖又飘着雨 有学生不小心掉枪 还有人抱病练习 台湿新闻看世界带您关心 各国民族风情不同 迎接新年的方式也不尽相同 巴西有民众日前纷纷前往海滩 献花给海神要祈求好运 而在亚洲 日本则是有神社供奉 重达700公斤的巨无霸 静顶祈求来年平安 另外在泰国青麦政府 则预计在跨年夜 施放7000盏天灯 当地机场为了安全起见 将会取消或者是调整部分的航班 也提醒旅客要留意航班咨询 今天的浩克美声 要带您认识这位年轻的 客宇创作歌手肖家乐 他所创作的专辑 Samuel案奖2017 入围第29届金曲奖 包括最佳客宇专辑奖 最佳客宇歌手 还有年度专辑奖 桃源杨梅仁的他 从小就跟开唱片行的父亲学音乐 耳濡目染之下决定要踏入歌坛 只是一开始他不太会说客语 真正接触之后 不只发现了母语的美好 也发现选择客语创作 能够让音乐有别于国语的深度 欢迎回来台视晚间新闻 中国大陆一名大妈 最近带整颗榴莲要搭高铁 过安检的时候被告知 榴莲有气味不可以带上车 她竟然当场借来了锯子 把榴莲剁开来再吃掉 前后只花了短短10分钟 超狂行径让人看傻眼 新台视晚间新闻 俄国总统普廷是出了名的热爱运动 尤其是打冰上屈棍球 他的球技也丝毫不输给专业的选手 29号他在莫斯科红场参加了一场 冰上屈棍球比赛 一上场就展现了高超技术 后来还得到队友妙传攻进一球 也帮助球队以14比10获得胜利 回到新闻现场来关心天气 明天受到东北季风及南方云系北夷的影响 各地天气湿冷 北部及东北部地区还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 来关心明天各地的温度预测 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动漫同仁会 目前正在东京的国际展示场举行 由于它号称是平成时代最后的同仁制 29号开幕就吸引了17万年入场 热闹的场面一点人都不输给跨年活动 新闻最后带您快看看也感谢您今晚的收看 我是沃凯文祝您顺心平安 晚安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